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德国陆军制式的单兵武器 M24手榴弹在苏德战争中曾给苏军造成了惨重的伤亡 而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同样也给日军造成了40多万的伤亡 1915年德国军工企业首次推出了饼撞手榴弹 并最终于1924年定型成为了德军的制式手榴弹 即M24型饼撞手榴弹 M24手榴弹因其射击合理 威力巨大 在二战中被盟军士兵称为高爆手榴弹 服役时间 1915年到1945年暂中 0.61千克战斗部重 0.17千克全长 365毫米直径 70毫米装药类型 TNT也爆方式 5秒战斗部重 0.17千克M24自定型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进 但也并未受到多大的重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M24手榴弹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自从德军入侵苏联之后 M24开始被大量使用于东线的苏德战场 因此苏德战场上德军手榴弹的消耗量极为惊人 同时也给苏联军民造成了重大的杀伤 面对M24的巨大消耗 德军的后勤则通常以十万位单位对前线作战部队进行补充 这就证明了M24手榴弹在实战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优势 由于M24手榴弹采用了场柄设计和杠战原理 所以M24可以被投掷得极远又准 在实战中德军士兵往往能够把手榴弹准确了至入敌军的攻势内 房屋窗户和狭窄的散兵坑内 只要受过基本训练的视频 就可以将其投掷得又远又准 而那些作战素养极高的德军老兵 他们在采用战力的姿势时 可以把手榴弹投掷到50米甚至更软 这个距离是世界上其他手榴弹所无法达到的 M24的TNT装弹量很大 它的爆炸威力也非常恐怖 所以德军士兵给它一个外号土豆码杀 也就是土豆粉碎机的意思 相比于英美的卵士手雷 M24的另一个优势是不但可以单个使用 而且还能够采用极数的方式来加大爆破力 M24可以七颗绑在一起使用 去掉周围的六颗的木饼以减轻重量 只保留中间一颗的木饼作为引爆器 这种极数手榴弹 可以轻松摧毁敌军的坚固攻势和弹劾 在东县的苏德战场上 苏联人修建了数不清的小型碉堡和大型的钢铁攻势 同时在几百万人参战的战场上 那些躲在宫市里建筑物后面和射击死角的敌人 而炮兵和装甲部队又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目标 此时 M24手榴弹就成了对付他们最有效的武器 M24手榴弹不仅在德军手中大显神威 就如同德国的伯格枪俗称盒子炮或镜面匣子一样 M24手榴弹也深受中国军队的喜爱 中国军队早在1930年前后 便将仿制的德国M24手榴弹作为单兵制式武器 而这些仿制的M24手榴弹 也在抗日战争中给了日后巨大的杀伤 在整个抗战期间 中国军队一共使用了3000万颗手榴弹 国军2200多万颗 八路军近800万颗 这些手榴弹都是M24或仿制型 一共有40多万的日军 伤亡在了M24手榴弹上 这基本是占了侵华日军总伤亡的三分之一 例如在血战台而装的藤县防卫战中 守卫藤县的川军手中 除了土造的汉梁造步枪以外 只有少量的轻重机枪 那么他们凭什么能够抵挡精锐的日军第十师团 这3000川军靠的就是M24手榴弹 据说当时守卫藤县城墙上的守军 每人都配备了一箱M24手榴弹50克 他们正是凭借着这些M24手榴弹 与装备了飞机 大炮和坦克的日军第十师团血战术 日虽然最终全军覆没 但却为台而装大会战的胜利 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同国民党的正规军一样 手榴弹也是八路军战士手中最有力的武器 八路军的手榴弹主要靠自己的兵工厂制造 同样是仿制M24 但由于缺乏原材料和技术人员 所以生产出来的手榴弹 不但爆炸效果很差 而且爆炸后的弹片也很少 有的甚至只是裂成了两片 相信凡是看过亮剑的朋友们 都应该还记得李云龙向军需部长 要手榴弹时的那段台词 然而即使是这样 日军仍然会尽量的避免与八路军进战 这是因为他们畏惧八路军手榴弹的威力 手中一支伯特枪 腰跨两颗手榴弹 是应该算是当时中国军队的顶级装备的 而这两件抗战神器都是正宗的德国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